大家好,我是MIRROR 不經不覺,時間過得超快 我在韓國,所有手指已經住了第五年了 這條影片出的時候,就會是我回答第五年的第一天 然後因為住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很多想法跟一開始來都有點不同 所以IG都有問過大家,如果有什麼好奇的地方都可以問我問題 所以今天也是選了幾條問題,然後要加入大家 今天依然有我們的PDNIM在 PDNIM呢,已經整理好了 你來了多久? 我是去年六月來的,所以都九個月 所以他可能也有些東西想問我 所以一次過解答大家 我想最多人好奇的都是想知道MIRROR究竟是用什麼簽證來的 超級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現在還在申請的階段 所以我打算整個過程完結之後再跟大家說 以前我有過工作簽證 對於我之後想再繼續留在韓國生活的話 我當然有個簽證是會更有幫助 譬如可能是申請居住權或者再遠一點的居留權 是需要有個簽證的,才可以做到 之後快點成功,快點申請到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踏入第五年了 有什麼動力才可以令你繼續留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時間過得太快 尤其是人長得越大 你的時光就更加過得特別快了 一開始為什麼想來韓國 純粹真的因為韓文的關係 2014年的時候 真的很想快點學好韓文 所以就一志工來了 我是真的想都沒想 當然因為我剛好存到足夠的錢 然後可以應付到我自己一個人的韓國生活 所以我就過來 但是真的在這裡住了之後 發覺這個生活是我在香港得不到的 首先一個人住的東西 其實先不要說現在我家人 可能有些時間不在香港 因為香港有家庭 但是如果你沒有人自己一個人搬出來住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家人都會覺得 何必呢? 浪費什麼錢呢? 還有因為香港租樓貴的 那些衣食住行是不便宜的 所以會覺得好像多一份的 負擔 來了韓國住之後 比起香港我覺得物價是低一點的 當然不是說很低 韓國都是一個物價高的地方 住了之後覺得很舒服 覺得韓國這個地方 感受到的東西 是我在香港從來沒有感受過的 當然我覺得可能因為所有東西都很新鮮 韓國對我來說是一個完全新的地方 語言也好 食也好 天氣也好 其實我覺得因為你要學好一個語言 你要深入去了解那個語言背後的文化 因為我有開始了解 所以我慢慢更加喜歡了韓國這個地方 其實我是2014年之前已經自學韓文 到現在我估計應該也有七年了至少 七年的時間 我對韓文的喜愛度是越來越多 我到現在也是 我現在是很想令我的學問可以更加進步更多 因為住了那麼久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慢慢開始看得清楚 就是社會的現實層面 但是知道了那麼多的東西之後 我還是喜歡的就證明 我這個心都幾強大 比我想像中的強大 所謂的動力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 純粹是喜歡的這個心 一直都在 你一旦出現了一個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就會很想綁住那個東西去走 Mira也是一個喜歡的東西 就Gut Gazi Gut Gazi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很怕我是三分鐘熱度 因為我從小到大 所有東西都是三分鐘熱度 我學任何東西都三分鐘熱度 日文其實我學過一陣子的 但我忘了了 我也是 我現在不懂寫五十音 Mira你都在這裡住了五年 我想你都應該對韓國文化是很熟悉的 但是你都會有一些不適應的時候 那有什麼特別你是覺得不適應的呢 我覺得我永世都沒有辦法適應的就是 衛生習慣 因為香港人其實衛生的意識是很高的 一開始來的時候我都很不習慣 為什麼脫下一套痰 脫下一套口水 咳 打癡 不肯鼻這些東西 這個是他們的文化 要慢慢習慣的 但是我發覺真的習慣不到 到現在這一刻都是覺得 他們這一方面做好一點的話 就可能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出現 不過這件事其實在韓國的年輕一輩是有慢慢改善 譬如是一起分享一筆東西的這個習慣 很多人都是很介意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是自己不自己那份吃 我覺得非常好 可能再過多幾年這個習慣可以再慢慢被改善 那些人推你習不習慣 但是其實多數都是年長一輩 因為年長一輩他們有經歷過打仗的時候 他們覺得行動要快才能保住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們會有那個意識 所以韓國人說他們是因為那個意識而出現的行動 自己暫時不太走 還有這個長輩文化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香港人 所有年紀的人都是朋友 但是幸好因為我在這裡是外國人的身份 韓國人都不會強迫你去說所謂的尊不尊重這件事 那你有沒有遇過一些特別低潮的時間 來自己住嗎 那你會不會覺得都有孤獨感 有 非常孤獨 其實我很孤獨 而且我覺得可能性格的關係 因為以前比較開朗活潑一點的人 我講的已經是學生的時候 我這幾年是變得比較陰暗一點 我不知道關不關自己一個住的問題 而且始終我跟家人的距離是需要搭飛機的 你真的夜蘭認證的時候 你會想有個人 無論是什麼人都好 都會想有一個人在身邊可以陪到你 但是沒有 其實這個時候是不是要找男朋友或者老公 哈哈哈 就可以取代那個位置 至於低潮的話 低潮其實有 我其實來了韓國三年的時候 我也有出過一條影片 就是說我為什麼是低潮 其實很多因素影響的 可能因為我有自己一個住的孤獨感 始終一個人來到外地 你可能因為語言關係 或者是 只有幾年你 哪有可能完全適應到那個地方的文化 然後可能工作上面 或者是 一些感情上面的東西 就是種種的東西 加在一起 就會造成低潮 那至於我怎樣去克服 儘量做些令自己開心的 還有呢 那一期我是回到香港的 不行了 太久沒見家人了 然後我就回到香港一個月 其實家人的力量真的很重要 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的 你是要自己一個人 去承受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才會發覺 啊 家人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 不是Youtuber的RAR 那你會不會 就不在韓國生活了 那如果不會的話 那是什麼原因 令你會想回去 我知道在韓國上班 是真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如果當初我可能是 一個 在韓國的公司上班的人的話 我可能就頂不住 對韓國那個喜愛度 我會減少很多 那所以為什麼韓國的自首率這麼高 其實是因為這個社會真的很壓迫 而作為一個外國人 我覺得 你會否適應到 在這個社會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在韓國的職場上班的話 其實代表著你是 會接觸到很多 就是韓國社會裡面的人 那 但可能因為文化不同 然後你們互相的理解 都會有不同 從而可能會有一些爭論的事 都會出現的 但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性格 是不可以太被迫 就是我一受太大的壓迫 我是會物極必反的 那當然 也不是韓國職場一定有不好 當然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他們回家都很開心 他們的老闆可能很開明 然後是很喜歡外國人的 也有這些例子 但是 運氣這些事情 真的不知道 永遠都不知道到自己什麼時候 會經歷什麼 所以就是這樣 你覺得今天的自己 跟你五年前的自己 有什麼分別呢 經歷過這五年 你將來會不會長久在韓國 你覺得我會有什麼改變 我想你是個人成熟了 比起看你第一條片 你有我的樣子嗎 其實當初來的時候 美女 其實沒想過後果的 純粹是想做就做 我要先做 要不然就後悔 我不想後悔一輩 衝勁會多一點 因為你有年輕 因為你有本錢 所以你不怕去浪費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 我想東西會多了 已經再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年紀 我覺得我個人變得比較小心了 可能也是因為認識的人多了 都會發覺其實 韓國人比較難打開他們的心胸 心飛 對 雖然一開始是很容易 吃飯喝喝酒 就會做到朋友 真的可以躺開心飛的 我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躺開心飛了 就可以保持很久 這個友誼 還有我覺得 公利和利用 這件事是會有的 我也是因為覺得 這件事的關係 所以以前我都認識 一大堆朋友 但現在都沒有聯絡的關係 就是這樣 就是所謂的走肉朋友 會不會在韓國長住 情況許可的話 目前呢 我都會是想 保持在韓國生活的 我也有朋友想知道 因為 作為愛國人 究竟怎樣才可以融入韓國人的圈子 和韓國人做得好朋友 我覺得很難 我也說 這件事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特別的 關心過 但是最近 去 有深入去想 我一直以來身邊的韓國朋友 都是會說中文的 所以 溝通上面 完全沒有困難 我說的溝通 不是真的 明不明白大家說什麼 因為我會說韓文 對方又會說 中文 所以 我們大家會明白 大家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一些 純正 真的 完全對 可能中文 或者是 中華的 他是沒有關心的 韓國人 可以真的 friend到的例子不多 然而 在韓國裡面 這部分人 是佔大多數的 到現在 都可以說 是未正式 是入到 完全韓國人的 這個社會 因為我覺得目前 理解上 還是有困難的 交朋友 首先就是要明白 對方想什麼 你才可以friend到 你才可以 變親近到 但是 第一步都未做到 其實我覺得 真的難的 但是當然因為我 意識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也有逐步去改善 為什麼我會更加想 把韓文學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 一直以來都是 出面這個圈圈 我想再進去 裡面深一點 或者更加表達到自己想 是的 譬如可以中文這樣 語氣方面 體力方面 就算我那個人不可以說錯了 但是你作為聽的人 你都會 沒有手 雖然你知道他 可能是不小心說錯 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所以首先自己改善了 沒有一直在說 為什麼 好像打不到進去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是自己的問題 你來這裡生活的時候 生活環境 其實跟香港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物價是差不多 可能平時我們約出家 我們去的地方都差不多 都是去shopping 然後去cafe 然後去吃飯 因為韓國地大一點 你去玩的選擇會比較多 但是你也會去驗的 有一天 雖然首爾跟香港是差不多 首爾人口search 首爾人口有973萬 香港人是730萬 我覺得首爾的空間感是大很多 方便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在網上買菜 我什麼都在網上買 我都不用外出 我覺得韓國真的很便利 你坐車那些 全部可以有追蹤你的路線 然後因為韓國是給卡 所以你買過什麼做過什麼 去那邊全部都有紀錄 雖然是有好又不好 但是 暫時我覺得好的 多一點 那你除了你的主觀感覺 你會不會推薦其他人來韓國生活 不會 我覺得除非你是一個 很受到壓力的人 你才可以在這個社會生活 也是好像我剛才所說 因為你面對的是 不是太懂外國文化的韓國人 首先你要先融入這個社會 你在這裡生活才會更加舒服 我自己也不是100%舒服 我還有很多東西學 我還有很多東西適應中的 還有因為韓國的物價又不是特別便宜 你在韓國上班的話 其實你賺到的那個人工 和平時你要花出去的錢 都不是賺很多 還有因為韓國人是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所以我身邊的韓國朋友經常都說 就是每次都要看別人的面色去做人 其實他們都不是特別舒服 在韓國 在首爾裡面生活的話 還有長輩文化那件事情 其實 目前為止都是幾根深蒂固的 這一方面如果你接受到 給你年紀大的人 可以很隨便地對你的話 其實就OK了 但是我自己很主觀的東西也很多 所以我才來 如果香港人或者其他國家的人 來韓國找工作其實容易嗎 或者是什麼工種會比較受歡迎 我覺得這題問題要問你 其實我自己來一個個月 做過的就是旅行社 買衣服的 找一些服務性行業 不難的 即使我拿著學生Visa 只要你表現得出 我很socialable 如果你是做賣衣服那些 或者是韓文三級到的水平 賣衣服服務性行業那些 是很welcome的 但是你說如果要找一些 可能是office的工作 那就真的比較難了 我之前做旅行社 都是因為通過這個航空社 見到 例如是一間內地和台灣人的公司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也是懂廣東話、普通話、英文 所以其實我在那裡做 都是做一些 一些和廣東話、普通話、英文有關的工作 其實是完全不需要涉及到韓文的 其實我身邊都有幾個例子 就是本身那間公司 需要你去做回你那個國家的市場的事情 多數是marketing 我覺得 因為一定會有marketing的部門 他們會分韓國部和海外部 全部都是香港朋友 他們因為 之前在香港有做過相關的事情 英文OK 非常重要的是韓文OK 他們在公司裡面 一定是用韓文溝通的 你一定要懂韓文才可以入到 中文在你的韓文程度 其實是要高的 因為我那幾個朋友 全部韓文是非常之不錯 他們上班的時候 其實用到的已經是商業用的韓文 所以其實 比起生活的會話是另一個level 遇到一個剛好可以請你的老闆 其實都不容易 我覺得 都有關心你拿什麼visa的問題 但有些真的需要你的 其實都會以不容辭地幫你去visa 我有兩個朋友是這樣 有些其實可能已經換了幾個公司 但是因為他們 又是幸運 在他們visa完結之前 他們成功運到下一間 然後就跳槽過去 運氣很重要 那可不可以用一個詞語 或者句子 你總結一下你這個五年的韓國生活 我肯快樂 雖然在這裡 自己一個住會有孤獨 會有低潮的時候 但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這個時候 但是 對比起我開心的時光 其實是多很多的 但是我在這裡 真的覺得 個人很平靜 你可能沒人做事 其實到最後 其實你都要上一個 很舒服 很開心 很放鬆的一個生活 那我覺得我目前 其實都有幾多這些時光 那所以 真的不可以說 用一個句子就可以 表達到 因為 有很多的因素都會影響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我很會在韓國住 就因為我有這樣的感覺 好啦 那大家對我好奇的地方 就應該全靠了 而且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這幾年來的一個 心情的轉變 那挺好的 可以讓大家了解我多些 好啦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幫我按讚我 記得followIG的話 就可以知道 最新的韓國東鄉 我另外在Facebook有一個社團 我在社團裡面 都會分享一些 很多私密的資訊 那如果未加入的朋友 就快點加入 那好吧 好啦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啦 多謝大家好收睇 Bye Bye Bye